一国领导抗议不利 人民或是议员可以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呢 如果身在巴西 总统可能会因此而被起诉 巴西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日前一决 建议以九项罪名起诉总统伯索纳罗 为巴西政府对应冠病疫情的不当行为负责 这些罪名包括反人类罪 煽动罪以及侵犯社会权利等 长达1300页的调查报告指出 巴西政府一直采取拖延政策对应冠病疫情 希望借此达至群体免疫 而总统伯索纳罗则滥用公共资金 散布官兵疫情与疫苗相关的假新闻等 根据外媒报道 官兵疫情爆发以来 这位国家领导人被指对疫情不屑一顾 将其视为小型流感 即使他本人在2020年7月确诊软疫 但他仍然不相信科学 坚持国家经济必须保持开放 蔑视社交距离 多次没有戴口罩出席集会活动 以及拖延采购冠病疫苗 种种措施导致巴西的累计死亡病例 高达60万人 仅次于美国的死亡人数 但伯索纳罗一直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 无论如何 这份报告将提成当地总检察署 由总检察长决定是否提控总统 但这名总检察长是伯索纳罗任命的亲信 预计将会设法保护伯索纳罗 免于刑事指控 中 append掉派60万人 此外国内心 哲学部的网站 指控方式指控 稍等这位祝计判 作词刑事指控 证刑事指控 词刑事指控